很遺憾,我們得知東菲菲菲逃亡這麼多天以後 我們功虧一聰,在做福他的時候 其實送到六湖村的這個過程 得知他已經死亡了 一開始在那個富剛基地後面那邊看到12點20分左右的時候 就是有通報那個林務局那邊 然後他們就派人來,然後我們在那邊守了大概兩個多小時吧 後來那個菲菲有被那個野狗追趕 之後他可能就逃串到這個方向 就突然間接到民眾通報在這邊看到 所以我們就跟著一起過來這邊 原本是看到他在那個樹上 在那個樹上,對 然後我拆到他之後他就往旁邊民宅串 然後最後躲在民宅裡面被發現 然後就打嘛,所以這樣子 政府各部門齁 啟新,好不好 一起,一起的話 把大... 明拆明天 他把大子放在那裡 對 他會在那邊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狠的啦 你看 我看到 你看到 他看到沒有叫 我看到 從那邊上去 我剛才你一台抽 我就一直指他看 他又跑去那裡 跑到你家 他是跑到你家的哪裡 後面這邊 後面那你怎麼把他關起來的 直接跳下去 直接跳進去 直接跳進去裡面就對了 那你就把他關起來 直接進去啦 你們說要有門關嗎 旁邊有關嗎 為什麼有醫家 他這個東西 在那邊走在那 15點喔 10分左右 他就在這邊一直出沒 然後我們有設幾個誘兒 那他剛好他竄進這裡 那竄進這裡的時候 那個阿嬤 他就把他關起來 他關起來 我們的人就過來了 那我們人過來以後就是 施打麻藥 就順利把他逮捕了 他忠貞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 是齁 照程序齁 趕快把他 趕快把他送回 喔 大吉利的 而且 可以做三塊棒嗎 等一下出轉車要用監控喔 等一下出轉車要用監控喔 很遺憾我們得知東菲菲菲逃亡這麼多天以後 我們功虧一篩在說服他的時候 其實送到六湖村的這個過程 得知他已經死亡了 那因為我們在現場前其實已經有一組人到了 那所受的傷是不是槍傷 或者是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因素造成菲菲的死亡 這一件事我們會進行後續的釐清 當然現場所有有攜帶槍枝的人員 包括麻醉槍的人員 我們也會一併到警察局然後一起做說明